12月8日 习近平主持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重点讨论2024年经济工作 面对如此严峻的经济下行 这一群不懂经济的人 你坐在一起的人 鼓倒个什么招来呢 这确实是个问题 12月5日 国际评级机构目的 将中国主权债券评级降到负面 并且还进一步做出了解释 说了原因是中国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负债累累 对中国的财政经济和机构实力构成了广泛的风险 中国经济将有结构性转变 中长期增长动力放缓 内地楼市房地产 持续收缩的风险不断的提高 这就目的的说法 就像中国官方所说的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的说法 就给他戳破了 那我们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困境呢 政论家陈奎德先生和经济学家文贯中先生 在2023年中国经济困局一文中 中国的经济本来就遇到结构性的障碍 叫生患成科 再经过这一折腾 那几乎就是奄奄一息了 原本国际国内预期 中国在放弃了动态清零后 经济会有一个报复性的反弹 但是这种期待却成了一个巨大的肥皂炮 不仅反弹破灭 而且经济遭遇了更可怕的下跌 一 经济增长落后美国 为什么要说落后美国呢 因为中国有很多学者总是想 用GDP跟美国进行比 说了中国不久就会超过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我之前知道有个叫李斯默的 英语说得不错 但是他天天鼓倒说中国强大 而事实证明他的预言都落空了 从第三季度看 很明显中国的经济增长 进一步落后于美国 以人民币计算 中国民意GDP同比增长不到3.5% 以美元计算 由于人民币今年的贬值 中国民意GDP明显缩水 相比之下 美国上季度GDP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 40多年来中国的年度季度经济增量低于美国的现象 还从来没有出现过 但今天却是现实 近年来中美差距在GDP全球占比是不断的拉大 我们就说说数据吧 2021年中美GDP差距多达5.2万亿美元 中国的GDP占美国呢 77% 达到了历史的高点 所以有很多中国学者就几乎说 中国即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GDP 其实这个GDP也没有多大的意思 它是一个总量 国民生产总值 那就在清朝的中国GDP还是世界第一呢 那你要说清朝超过了欧美吗 不可能嘛 2022年 中美GDP的差距扩大到7.47万亿美元 中国GDP占美国约为70% 2023年上半年数据显示 中美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仅占美国GDP约63% 二 资金大规模流出 2023年9月啊 中国的资金净流出额 达到7年08个月以来最大的规模 资金呢 在花花的往外流啊 9月份 从中国净流出的资金 高达539亿美元 是2016年1月 以人民币贬值等原因 导致的资金外流 558亿美元以来最大规模 趁着啊 几乎完全封闭中国边境 近三年的新冠啊 这个防控措施的解除 富裕的啊 中国的中产阶级 开始把自己的资金向啊 境外转移 纽约时报就报道说啊 2023年每月约有500亿美元 从美中国流出来 它主要来自中国家庭和私营企业啊 最近纽约时报也报道 说这个墨西哥呀 现在经济乐得不得了 原因是大量的中国资金 融入了墨西哥 这是干嘛呢 他们就担心是不是洗钱 还担心呢 是不是中共啊 要走进美国的后院 其实都不是 就是中国的私营企业在熬离 三 外资撤离中国 华尔街日报报道啊 自2023年8月以来 已有超过240亿美元外资 撤离中国的A股 制造业等工业领域的外国企业的数量 截止7月底 为43,348家 降至2004年11月末以来的水平 你看看 这一夜之间呢 接近回到了20年前 是吧 这个很可怕呀 2023年前七个月 流露中国股市的外资 已有四分之三以上 已经撤离了 全球投资者 豪售价值超过250亿美元的中国股票 中国第三季度 外国直接投资 也叫FDI 出现自1998年以来 首次复资 尽管呢 中国领导人在不同的场合 还是劝外资继续在华投资 但外资啊 并没有停止 他们撤离的步伐 为什么2023年中国经济急剧趋缓 原因到底在哪里呢 陈维德和文管中先生认为 习近平政权的政治倒退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以及极权主义制度 导致发达国家 认为跟中国啊 道不同 不相伪谋 分道 扬镳 再一个就是中俄啊 对世界秩序的挑战 使得经济全球化 转向啊 独裁联盟 和民主联盟为标志的 阵营化 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 和以中国中俄为首的独裁政权 形成了阵营上的对抗 各国呢 纷纷改用价值和社会经济制度 是否是同类 作为抱团取揽 神话合作 加深依赖的主要考虑 高科技全面脱钩 去风险 势在必行 中国呢 拒绝发育啊 要素市场 什么是要素市场呢 很简单嘛 就是生产力啊 它的要素嘛 你比如说人口啊 啊 这个科技啊 啊 资金啊 这不都是要素市场吗 巨大的房市泡沫 沉重的地方在 这几个因素的叠加 使中国啊 一度令人炫目的高速增长 不见得踪影 包括发达国家元首在内的 高棚满座 共相盛举的宏伟景象 也成往事 啊 也成啊 往日的追忆 这就说明了 中国离开世界 离开发达国家的巨大市场 离开发达国家的科技 鼓励 要想啊 依靠内循环 就自己跟自己玩 啊 这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 中国经济会逐渐下降 其实经济学家 在十多年前 早就有共识 很多东西啊 其实从数据上 都是可以分析出来的 啊 有鉴于以上的原因 2023年 中国经济啊 几乎没有亮点 凡人啊 潜伏了更多的 灰溪流和黑天鹅 安全这两个词 成了习政权最常用的词汇 反映出啊 他们的心病 不过短短几年 一个自称已经进入千年盛世的厉害国 为了安全两个字 变得惶惶不可终日 你能有恍如格式之感 你是为了安全呢 你怎么变得风神鹤唳 反而感觉到不安全呢 所以这本来啊 就是矛盾 第二呢 中国失去现代化的良机 很可惜 很可惜 过去中国拥有巨大过剩人口 反过来 这也意味着 如果沿着市场导向的改革走下去 世界本来会欢迎中国 尽快发育出要素市场 欢迎中国啊 以自身健全的市场机制 继续深化 与世界各国分工合作 使中国经济增长 在相当长的世界内 维持一定的势头 更重要的是 只要中国继续扩大 与国际的全面接轨 彻底融入世界经济 从1980年开始的 中国城市化奇迹 就能延续下来 这是百年啊 中国遇到最好的机会 反映了人民的呼声 人民的愿望 人民的梦想 那么这种机会 又是如何被断送的呢 因为啊 这种百年未有的机遇 被中共的自私和贪婪 所断送 自从中国进入 以重新大力构建 党国体制为特征的新时代后 打个引号啊 经济增长率是一路走低 目前已经降到 百分之五以下 为什么 北京当局走到这一步 一手好牌 在他们的手里 打到稀了 明明到手的历史机遇 就被他们这样 白白的断送 啊 原因也不复杂啊 由于强恩谋求 党国体制 进一步加固 中国啊 和几乎所有奉行 民主体制的发达国家 关系是越来越疏远 这就是道不同 不谋而合吗 在党国体制下 俄沙拉岸市场经济要求 尽快发育 要素市场的可能性 在没有要素市场 决定性配置资源的情况下 名义上是政府啊 在做决定性的配置资源 实际上呢 是党啊 在领导一切 党在配置资源 那你想这个党 他怎么能够配置资源呢 是吧 他这个是一个政党啊 政党有政党的利益 所以这个事就很难办了 他不是为改善民生 特别是中下层的福利 他只能是胡折腾吗 由于啊 没有市场供求双方 产生了均衡的价格信息 因为供求啊 双方才可以体现出 真正的价格呀 党得资源的配置 他只可能是瞎指挥 全凭心血来潮 啊 头啊 头一拍 决定了 屁股一拍走人 不管了 新时代不过是将九龙治水 正出多门 便于定于一尊 你看 这就说的非常的深刻呀 啊 过去你说人家胡锦涛时代 啊 九龙治水 正令出不了中南海 现在好 正令都出于一尊 而一尊又是一个人 也没有什么啊 操长的能力 他的学识连你我都不如 那你说 这不就是胡折腾吗 啊 这位朝令夕改呀 前后矛盾呢 没有制衡呢 唯有蔡奇这类啊 惨媚和凤影 所以可以预见 只要党国体制继续主宰资源的配置 不但中国城市中产阶级 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啊 差难以弥合 而且呢 由于城市化率面临倒退 农民工和广大农民的收入 也难以提高 使城乡收入差呀 鸿沟继续的扩大 只要这两个弥合 难以实现 中国百年未遇 全面现代化的机会 基本上就淡数了 非常的可惜啊 中国已经错过了 很多次 几次 这种技术革命 现代化的机会 但是没有办法 为何中国与发达国家 也反目成仇呢 这个也很简单 是基于啊 极权国家与民主国家发展经济最终的目的完全不同 正常的民主国家呀 目标在于国民享有持久的和平和经济的繁荣 而极权国家就像那个北朝鲜一样 天天鼓打了个导弹 你想老百姓能够靠导弹吃饭吗 啊 所以极权国家 尤其是习政权 为了强国强军 穷兵独武 阔军备战 证明自己是盛世之君 甚至是世界英明领袖 证明本党啊 一贯光荣 伟大正确 至于老百姓的福祉 民众的安宁 都不在他考虑的范围之力 所以从习政权党政以来 我们看到中共的利益 和人民的利益 是赤裸裸的背离啊 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发育要出市场 必然会使中共 在经济活动的 寻租的权力是越来越小 而针对党的瞎指挥 导致市场失灵 侵害市场 企业和民众利益的追责 就会越来越严厉 使得党在资源配置中 就选得多余 选得有害 啊 如此一来 随着要素市场 充分的发育 随着党干预经济 破坏市场 真面目的暴露 党必然被人民 和企业所唾弃 最终啊 淘汰出局 这本来呢 对中国经济来说 这是好事啊 对人民来说也是好事 但是呢 以寻求凌驾于法律 宪法之上 享受特权的中共来说 这可是灭地之灾 啊 你就说了个和平演变 啊 这个啊 许成刚先生就认为和平演变好啊 啊 我们就是应该和平演变 你想啊 他又没有暴力 又和平演变成 现在民主国家 天下哪有这好事呢 啊 但是老习他们恐惧啊 因为你和平演变以后 共产党就下台了 那么他们的特权也没了 他终身直尊 那那那你你你你执政不了 你要跟王军涛他们啊 竞争呢 啊 就发表演讲 那你看 哪些拿这个小本 那那肯定不行了 是吧 这就是习中共开倒车的避难性 也是其目前企图通过向美国西方伸出橄榄枝 而不会得到真正回报的根本原因 啊 正如中国老话所说 事不过三 啊 你蒙啊 蒙不过三代 中共在历史上做过很多次装营的承诺 但一转眼 承诺就撕毁 啊 逢文不值 翻脸 比翻书还快 就说那个啊 中医联合声明 中国啊 外交部啊 发言人就说 这个这是个历史性文件 已经失效了 啊 好家伙 那什么都不是历史性文件 今天我们做了一个节目啊 明天你看 他就是个历史 什么 那那那就拙废了 你哪有这种说法 所以到现在呀 中共已经是 在国际社会和中国社会 彻底丧失了信用 国 无信 无利 那么 他 又如何 收场呢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 您的 收看 请不吝点赞 欢乐 感谢观看